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第一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很多投资朋友 说我们好几天都不见了 确实我们礼拜一跟礼拜二 都没有录财经第一线 因为昨天我去大学 担任了这边的讲座的主讲人 虽然我们昨天没有办法 跟大家做第一时间的资讯分享 可是今天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说 台股跟昨天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因为昨天我从演讲这边出来以后 发现台股怎么跌这么多 但是这个跌这么多收盘收在15960 这个就不太对劲 怎么跟不对劲法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纳斯达克指数 整个国际的股市在昨天一开始开盘之前 这个叫做一个悲观 这为什么叫悲观 纳斯达克又跌了3%之多 然后你会看到他开盘以后 是不是就往下走了一段 但是在这一个走了一段以后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Snap他们这边的财报公布出来 发现不如预期 拖累了整个关于美国科技股 整个都被他拖下水 所以一开盘的时候大家都在卖股票 可是有没有想到跟上个礼拜有没有很像 当这样子很多的卖压忽然涌现出来 股价被杀到很低的时候 买盘就出现了 所以说在这样子悲观的情绪之下 打下来你就看到股价又开始慢慢的拉上去 虽然没有像是上个礼拜一样的大奇迹日 可是我们会看到的是说 他确实只要一打 股价一往下走 一往下打 就会有买盘出现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在底部上面 反复测试的一个积极的讯号 那目前纳斯达克指数在这边 虽然说感觉要破底要破底的 可是实际上面 这样子的底部成型的状态 似乎慢慢显现出来了 至少比前面这一段一路往下跌 永远不回头都还要来得更好 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在现阶段 目前看起来是不需要这么悲观的 至少你也不用像先前 我们在4月到5月这段期间 那个才叫做真正的一个痛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近市场上面 好像大家又不太讨论联准会了 实际上并没有 联准会还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从上一次这样子的会后记者会 鲍尔斯出来的讯息 在接下来的5月份6月份 我们认为就是这个会议会连续的升息两码 6月跟7月 但是大家就在想说 9月会不会也升息两码 目前我们从FedWatch的数据来看的话 升息一码的几率最高 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件事情关注 因为原本市场认为要升息两码 就是在接下来的会期要升两码 升两码 升两码 但是现在变成是什么 升两码 升两码 升一码 在整个货币政策紧缩的这样子的脚步 慢慢放缓的情况之下 对于股市带来的压力就会减少 这也反映在什么上面 反映在十年齐功在殖利率上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上上个礼拜的时候 美国十年齐功在殖利率一度飙到3.2% 我们在节目上面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飙到3.2% 确实对股市带来非常巨大的压力 可是你看哦 目前的十年齐功在殖利率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2.75% 从3.2掉到2.75% 这样 这样子掉了多少 0.45个百分点 这个0.45个百分点 其实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目前我们已经看到 公在殖利率回来 那这个地方 它只要回来以后 对于科技股带来的压力 当然就不会这么的大 所以搭配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NASDAQ 也确实出现了一个 像是底部的形态 我认为这个观点 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 都能够互相结合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多次的强调 大家不需要太过于悲观 那么我们回来台股 为什么我在昨天说我演讲出来 看到这个台股收在15960 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 那等一下下一张投影片 会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 但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目前的指数 已经来到了16000点以上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从昨天能不能发现一些端倪 当然可以 我们从选择权的未平商量 大家记得吗 如果你有在我们群租里面 或者是你有在持续收看我的节目 每个礼拜三 我们都会常常提醒大家说 要去看一下这个选择权的未平商量 这个选择权的未平商量 你有没有卖权的最大量 就是放在16000点 这个是昨天收盘以后的数据 结果你会发现怎么样 指数就算收在15950点 很明显低于这个支撑 所以说他如果今天这个选择权要结算 要让庄家获得最大的利益 最好就是结在蓝色框框这一段 那既然如此昨天这么的低 今天是不是应该要谈一下 至少你要回来这个区间 庄家才不会损失这么多 所以从选择权的未平商量来看的话 也确实今天的指数 如果能够顺利的收上16000点以上 对庄家才是一个最大的利益 那压力会在哪里 压力会在16100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买权相对比较大量的地方 那卖权也缩下去了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结算在这个区间的几率 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个股的部分 虽然说前几天股市上下震荡 然后大家又开始一下子悲观 可是你只是去看一下个股的走法 像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预创 有没有 这个走法似乎碰到年线以后 它走出了一个还蛮不错的形态 至少回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也就是股价指数虽然这边反复彻底 可是股价已经慢慢走出了一个 像是多方的样子 我认为在关注个股上面 目前选股不选市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易方向 另外像是中探针 你会看到有一些股价 他们本来前面就没什么跌 相对的比较强势 那之前有一天跌停板 这个跌停板有没有全部收复回去 当然有啊 那为什么它会能够收复回去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不断强调过 一些好股票 他们不会因为股价的波动 而影响到公司的营运基本面 那既然如此 这样子的股价出现比较明显的拉回的情况之下 只要不跌破关键价位 反而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好买点 这些观念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上面 还有在群组里面都不断的在跟大家讲 那你会发现在这样子 经过了一次的筹码清洗以后 是不是股价又重新回到一个上升的趋势线上面 当然后面的股价会怎么走 我们也不需要去做预测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目前很多的股票其实底部都已经成型 甚至走出了一个上升趋势线的 一开始的前面的这一段 所以说大家只要好好的去做筛选股票 把手中的弱势股去换到一些 目前表现比较好的股票 这些东西都会是未来比较有机会大涨的地方 那么最后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礼拜还有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明天跟后天都有大事情是你要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在明天5月26号的时候 会公布FOMC的会议记录 这份会议记录他们就会显示上次 到底这些联总会的官员讨论了什么 那从这份会议记录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对于接下来的货币政策态度会长怎么样子 会让市场去对焦目前整个市场的方向 那我认为只要能够持续对焦 对于股市来讲的话 它的波动度就会降低 那也有机会在这边指稳 另外还有礼拜五 5月27号的时候会公布 美国4月份的PCE 还有核心PCE 这个是一个物价指数 大家不要只看CPI 其实联总会最在意的是PCE 那么上个月的PCE 已经从高点下跌了 也就是第一个月 这个时候市场上面关注的是 它会不会连续两个月走跌 如果连续两个月都出现一个下跌的状况的话 不就代表通膨确实真的有可能已经见顶 那在通膨已经见顶的情况之下 联总会就不需要用这么激进的货币紧收政策 那这样子对于股市 它的压力又再更小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似乎有一个利空出镜的味道 最后在群组里面投资朋友 我们在上个礼拜开始送出的这份资料 除了礼拜一涨停的补存以外 我们会看到像我们之前强调的车用电子 今天同志也大涨了6% 那么我们跟大家讲的网通伺服器模组里面 其中有一个是散热模组 其红今天又将近攻上涨停板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整理一份资料来给大家参考 就是我们认为 接下来会容易大涨的个股 会出现在这份名单里面 如果对于这份名单 或者是对于这些个股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进来我们群组 那你就会看到这些资讯 那我们也会在盘中的时候 及时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心得 来分享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群组看看 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什么 下期收看今天的财经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